好 接下来我们看二次函数的图形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二次函数 他说假设有一个多项式 他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形态 他说y等于ax平方加上bx加c 不过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a不等于0 那这个函数呢 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多项式函数 我们就称它叫做二次函数 那这个二次函数呢 我们可以利用秒点的方式 或者是利用所谓的绘图软体 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图形呢 是一个抛物线 那除了它的图形是抛物线之外呢 那这个图形 比如说abc的关系 跟这个图形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二次函数把它配方 配方就是配成完全平方 这个提出来之后呢 是a分之bx 然后加上c 配方就是利用平方和或者是平方差的公式 我们把这个地方配成完全平方 那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配成a加b括号的平方嘛 因此我们在配方的时候呢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s平方加上a分之bx 那少了一个常数 那少了一个常数 我们这里呢可以多一个常数 就是这里的一半 那加了一个之后呢要减一个 我们把它减掉 不过同学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还要乘上a 所以我们要把它减上a乘上这个的平方 这个的平方就是4a平方b平方 然后再加上c 好 注意这个配方的动作 配方就是配成完全平方 你看我们a加b括号的平方 它会等于a平方加上2ab加上b平方 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稍微把它移动一下的话 它变成a平方加上2b乘上a再加上b平方 因此我们在配方的时候 这里这个常数项呢 应该是这个系数的一半平方 这个是一个配方的动作 好 那如果我们把它配方之后呢 好 现在把它合并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这个变成 好 这里变成x加上2a分之b的平方 然后把这个地方合并 它就变成减掉4a分之b平方 减4ac 好 我把这个地方合并 那我们就说当这个a呢 当这个x呢 等于负的2a分之b的时候 不管这个a的值是多少 当x等于负的2a分之b的时候呢 y的值就等于负的4a分之b平方解4ac 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称为抛物线的顶点 称为抛物线的顶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你要判断这个抛物线它的开口方向 可以由这个a的正负来判断 那如果说a大于0的时候呢 它的开口是向上的 如果a小0的话 开口是向下的 所以这个开口的方向呢 它是由a的正负 由a的正负来判断 那好 假设说这个抛物线 你把它配方配好了之后呢 如果说这个a呢 它是正的好了 那假设说开口它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利用 因为这个是顶点嘛 你看这个顶点负标 它是负的2a分之b 还有负的4a分之b平方解4ac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b的正负呢 是不是可以由这个抛物线 它的顶点坐标 它的x坐标来决定 所以b的正负呢 它是由顶点的x坐标来决定 由顶点的x坐标来决定 好 那c的正负呢 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在坐标平面 我们把这个抛物线画出来了 那同学你看一下 好 假设说这个抛物线的图形是这样子 那同学看一下这个点坐标 这个是y等于ax平方加上bx加c嘛 如果我列x等于0的时候 y是不是等于c 所以你看这一点的坐标是0跟c 换句话说这个抛物线呢 跟y走的交点 我们可以来判断这个c的正负 好那这个部分同学看奖励就可以了 所以c点的正负呢 这个c的值的正负 它可以由抛物线跟y走的交点来决定 这是第三个 那最后一个 这个b平方减4ac的正负要怎么来判断呢 同学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把这个函数 你把这个二次函数呢 你另y等于0 这个第四点 当你另y等于0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函数 当作是一个二次方程式来看 另y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二次方程式 那这个二次方程式 它应该有两个根 这两个根呢 它可能是十根 可能是相亦十根 可能是相等十根 换句话说 这个b平方减4ac 如果是大于0的时候 我们在国中有学过嘛 这个叫做相亦十根 那代表说 这个图形呢 跟x轴会有两个相亦焦点 那如果说 判断是b平方减4ac等于0 那代表说 这个图形呢 它是跟x轴相切的 因为它是相等的十根 那如果说b平方减4ac小于0的话 代表说 它跟这个x轴是不相交的 因为它没有十根 所以我们这个b平方减4ac的正负 我们可以令y等于0 讨论这个图形呢 跟x轴的焦点 来判断b平方减4ac的正负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点 函数图形的平移 假设现在这边有一个二次函数 那我假设它的顶点坐标是在00这个地方 就是在原点 比如说y等于x平方 那同时你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个函数图形呢 我说我向右平移一个单位 然后呢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那请问这个抛物线方程式 它应该会长什么样子 函数图形平移的话 好 向右平移一个单位 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那我们可以这样看 它的顶点坐标 应该是会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顶点坐标它就移动了 它变成1 2 但是它的开口大小有没有改变呢 应该是没有吧 因为我只是把这个函数图形平移 因此这个函数图形呢 它的形状呢应该大致上会是这个样子 开口的大小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呢 它的顶点坐标是改变了 比如说向右平移一个单位 向上平移两个单位 那这个抛物线的方程式 它应该会变成y等于x减1的平方加3 2 这是新的方程式 因此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盘数图形的平移呢 就是点点的平移 因此呢 我如果把它向右平移h单位 向上平移k单位 那我们的方程式呢 它应该可以把它写成y等于a倍的 这个是一般式的情况 x减h的平方加3k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呢 当作是一个二次函数图形的一个标准式 因为我们从这个方程式呢 就可以看出它的顶点坐标 这是第三个重点 函数图形的平移 那第四个呢 二次函数它的极值 我们说最大值或最小值 它应该要整个来讨论 我们刚刚在第一个重点的时候 应该有提到配方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 二次函数把它配方配好了之后呢 它应该是变成这样子 4a分之b平方减4a7 这个是配方配好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讲说 假设说这个a是大于0的 那如果a大于0 这个抛物线应该是开口向上吧 抛物线开口向上 那同学你看一下哦 我们这边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如果说它的x坐标是没有限制的 x呢是任意实数 那个r代表任意实数 那表示说我这个x呢 可以任意实数 换句话说这个抛物线的图形 是不是大可以大到无穷大 它应该就没有所谓的最大值 可是它却有什么最小值 而且它的最小值 会产生在什么地方 会产生在它的顶点上面 这个顶点就是它的最小值 这个是开口向上的时候 那如果说a小于0呢 那开口就向下了 开口向下的图形呢 它没有最小值 可是它有最大值 最大值也是产生在顶点上面 这是第一种情况 如果说x它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可以判断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如果今天x呢 它是有范围的 那同学稍微注意一下哦 因为这个范围呢 它可能就不是全部的函数图形 它只有原来这个函数图形的一部分而已 它可能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假设这边是s1 然后fx1 那这边是x2 fx2 如果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是顶点 那同学你看一下 当我这个x它有限制的时候 这个函数它应该就会有什么 最大值 而且也会有最小值 如果说以这种图形来看 因此呢 如果这个x它是有范围的 我们要讨论这个函数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 这两个端点 还有它的顶点坐标 好 我们把刚刚讲的函数图形的概念呢 用一个混合体来统整它 它说 假设有一个二次函数 ax0-6ax7 然后这个二次函数呢 跟s走有两个交点 它的交点是pq 然后呢 pq的长度等于8 那我要求这个a的值 还有要求它的顶点 那如果说把原来这个函数呢 向左平移一个单位 向下平移两个单位 要求这个新的函数 它的方程式是多少 好 那这个题目呢 不管我要求a的值 还是要求顶点 还是要平移 我首先要把这个函数配方 好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配方 a提出来 这个是s平方减掉6x 然后加上7 好 这里配方-6x 那加上这个完全平方的是 这里的一半平方 所以-3的平方是9 那你多加了一个9a 这边要减掉9a加上7 ok 好 那这样子配方就完成了 平方减掉9a加上7 那目前我配方配到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a的值是正的还是负的 所以呢 这个抛物线有可能开口向下 也有可能开口向上 但是呢 我唯一知道的是 这个抛物线它的顶点x坐标应该是3 因为当我带3的时候呢 它的y值呢 是-9a加上7 所以好 假设啦 假设它是开口向下好了 这个是3 1 2 3 好 它的 顶点坐标假设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9a加上7 好 那同学们你看一下哦 因为如果说 顶点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它的开口应该要向下 因为这样它才会跟x轴交于两点 所以它的图形应该是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边交于pq两点 不过按照我们在描图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函数 因为它的顶点s坐标 然后这是y坐标 我们如果说对这个抛物线呢 它的顶点坐标画一条牵直线 那这一条线呢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对称轴 这一条叫做对称轴 或者简称为轴 这个图形它是对称的 这两个点它是对称的 换句话说 这个pq如果长度是8的话 那这边应该是4 这里应该也是4 所以我如果知道x坐标的话 那我应该就知道这个p点的坐标应该是多少了 如果说以这个图形来看 这个坐标应该就是70 因为这个地方是4 因为这边是30 然后往右边算4个单位 所以它是70 那这个q点坐标呢 应该就是-10 因为左右两边对称 这个叫做对称轴 好 所以呢 我们如何把这个a的值求出来 它会通过70这个点 所以我把70这个点把它带入 把这一点带入 加70带入 fx中 好带进来之后呢 就是16a 减掉9a 加上7 应该来0 因为这一点是它跟s走的交点 那从这个地方呢 我就配合到这个a 应该就是-1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假设 应该是没有错的 就是说这个a的值呢 应该是负的 它的开口应该是向下 好 那如果说a呢 已经走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原来的函数 fx呢 应该就是负的x-3平方 那负1带进来 这边是加上16 换句话说 它的顶点坐标 应该就是3跟16 这个顶点坐标也可以求出来了 那如果我再把这个图形呢 好 你看哦 它的原来的顶点是3跟16 哦 第三小笔 原来的平点是3跟16 那同学你看一下 我如果把这个平点坐标呢 向左平移一个单位 所以新的平点坐标 它的s坐标向左 所以应该会变成3 减掉1嘛 所以它的s坐标应该变成2 向下平移两个单位 原本 外坐标是16 向下的话 所以它变成14 那图形的平移 开口大小 并不会改变 因此呢 新的函数 这个g of s呢 它应该就是负的 x-2的平方 加上14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展开 就可以得到g of s 这个函数的方程式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个 二次函数极止的一个范例 它说有一个二次函数呢 fx 这个函数它含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可能在配方的时候呢 它会稍微难一点 然后它说这个二次函数呢 它的最大值是9 最大值是9 那因为它这个领导系数是负的 所以它的开口应该是向下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它说这个二次函数的图形呢 跟x-轴交于ab两点 那我要求这个a跟b的关系 然后它说顶点坐标是c 它要求这个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多少 这是整个范例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你要求顶点坐标 或者是要求焦点 当然就是要配方 我先把这个函数把它配方配出来 好 那这个函数呢 负x平方 加上ax加上b 好 负号提出来 加上b 好 配方配这个西数一半的平方 所以是s平方 减掉ax 加上这里的一半平方 所以是四分之a平方 好 不过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 本来没有这个常数项嘛 那你这边是加 不过乘到这个负号 它是减的 所以你要把它加回来 四分之a平方 然后加上b 好 配方之后呢 它应该变成负的x 减掉二分之a的平方 然后加上四分之a平方 加上b 然后他说这个函数 它的最大值是9 最大值是9的话 其实因为开口向下嘛 所以它的最大值 应该可以由这个y坐标来决定 好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四分之a平方 加上b 应该就是9 最大值就是我们顶点的y坐标 好 因此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a平方 加上4b 应该就等于36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选项 跟第二个选项的答案 a平方加上4b等于36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因为这个函数呢 它跟s轴交于ab两点 好 可是因为它符号很多嘛 因为我这边只有找到a跟b的关系啊 因此 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个a跟b的值求出来 因此呢 只好假设 再假设位置数 假设这个a点的坐标是α0 b点的坐标是β0 因为它是跟s轴的交点嘛 那换句话说 我这个函数图形呢 它跟s轴的交点 我要令y等于0 因为 它的外坐标应该是0 跟s轴的交点 所以如果我令y等于0的话 这个方程式呢 -x平方加上ax加上b等于0 因为它跟s轴有两个交点 所以代表这个方程式 它应该有相意识根 就是α跟β 这个方程式有相意识根 α跟β 可以哦 这个观念要转过来 有点难哦 好 那表示说 我现在把这个方程式呢 s平方减掉ax减掉b 它就可以分解出 x-α x-β 因为它有两个相意识根嘛 所以代表这个方程式呢 它是可以因识根解的 那我比较细数 我就可以得到α加β 就等于a 然后α乘上β 就等于-b 把这个展开 然后比较细数 我可以得到这两个关系式 那题目要求ab线段的长度 ab线段的长度是α减掉β 我们在x轴上面 在四线上面 那可是我们从这个地方 并没有α-β的关系嘛 因此呢 我把这个地方平方 平方之后呢 它是α平方 减掉2αβ 加上β平方 然后利用乘法公式 把它配成加的 OK 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利用乘法公式配方 因此呢 这个α加β的平方 就是a的平方 然后α乘β是-b 所以这边被你加上4b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这个ab线段的平方 刚好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条件 a平方加4b等于36 那从这个条件呢 我可以得到ab线段的平方 就是36 所以呢 ab线段 它的长度 就36 好 这个题目因为它含有位之数 ab 还有 它跟s走的交点 我也要假设位之数 所以这个题目 它的难度是相当高的 那我把ab线段的长度 求出来之后 然后呢 a平方加4b的关系 也求出来之后 最后一个选项 它要求 三角形ab的面积 那这个底已经知道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6 那这个 顶点的坐标是2分之a跟9 因此呢 我要求这个三角形abc的面积 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应该是 6乘以9 54再除以2 所以这个面积应该就是27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个极止的一个应用 这是一个素养题 这是工厂要生产玩具的一个成本函数 跟收入函数 还有利润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式 好 那我们看题目 他说 假设有一个工厂 他要生产玩具 那如果他要生产这一款玩具呢 如果开模 需要10万块 因为他要先开模 开好了之后呢 然后再开始大量生产 那生产的成本呢 材料费 每生产1000个呢 他需要5万块 因此呢 因此呢 我们从这两个条件 这是一个成本函数 我们可以定义出这个成本函数 应该是5x加上10 这个x呢 就是我们生产这个玩具的那个个数 他的单位是1000个 单位是1000 然后他说 这个收入函数呢 g of s 他是ax平方加上bx 然后这个收入函数的条件呢 在我们这个表格里面 他说 如果我们接到订单 订4000个的时候 他的收入呢 可以收入100万 那如果订单是6000个的话 他的收入是120万 那我们要求这个a跟b 这个题目 要先把a跟b求出来 然后呢 他说 利润函数呢 很明显的 我们总收入扣掉我们的成本 就是我们的利润函数嘛 因此呢 这个利润函数 h of s呢 就是g of s 减掉fx 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里面 我们这个工厂应该要生产多少玩具 才可以达到最大的 利润 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在生活上 假设是一个小型的工厂 或者说代工 他要得到最大的利润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 成本函数 收入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大利润 把它求出来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a跟b求出来 那只要利用这个表格 解这个连利方程式 我们应该就可以求出a跟b的值 好 定单4千个 所以 第一个条件 当这个x等于4的时候呢 比如说 16a 加上4b 3 收入的话 收入的话是100万 单位是100 那这个4当然还可以再约掉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化解 那定单如果是6千个的话 这边是36a 然后加上6b 然后加上6b 然后他的收入是120万 好 因为这个数据有点大 所以我先把它约分 先把可以约掉的 技术把它约掉 那上面这个地方可以约掉4倍 所以4a呢 加上b 等于25 然后这是第一个条件 那这个地方可以约掉6 6a 加上b 就等于20 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1跟2 我就可以把这个a跟b 把它解出来 所以解 12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a的值呢 应该就是-2分之5 b的值呢 解出来应该就是35 好 这是第一小题 我可以把这个a跟b把它解出来 那 我如果要得到最大利润 因为他的利润函数呢 h of s 他就是g of s 因此呢 我们这个利润函数 a跟b已经解出来了 他是-2分之5x平方 因为a是这个嘛 那b的话是35x 这个是总收入 扩掉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成本是5x 加上10 所以呢 -2分之5x平方 然后加上30 x 减掉10 我们可以得到 利润函数 应该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这个二次函数呢 我们利用配方 我们就可以求出 当生产x多少个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最大利润 OK